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子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 很久很久以前出生在叫马其顿小国家 父亲菲利王十分高兴能请到亚历斯多德 他是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作为王子的家庭教师 亚历山大 记住 要有梦想 要有理想 人活着最重要的便是怀有梦想 伟大的希腊文化也是自梦想里产生的 王子总有一天要成为国王 一定要成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国王 因为至今为止没有这样的国王 然而发生了可怕的事 菲利王不知道为何人所暗杀 国王死了之后 王子必须接替王位 由于事出突然 亚历山大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马其顿虽然是一个小国 却拥有坚强的军队 尽管如此 不知何时会有战事发生 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 就这样成为马其顿的国王 亚历山大成为一个追求理想的国王吧 让马其顿成为新的国家 更新更年轻的国家 不 不止这个国家 是全世界 难道不能让这个世界更新更年轻吗 是 亚历山大年轻的梦 一直鼓吹到遥远的国家 好 前进 然而 周边国家 岂会让亚历山大为所欲为 而正准备开始攻打马其顿 亚历山大则不顾部下人数多寡 决定先发动攻击 拜托你了 福克法伯斯 尽我们的能力 看看我们做到什么程度 由于亚历山大 想把前往的国家 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便带着学者及艺术家一块前去 亚历山大首先挑选的对象 是当时最强的波斯帝国 尽管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 他却一步也不肯退让 看哪 福克法伯斯 那就是波斯军 有不少吗 好 国王陛下 你整天都在这里 明天早上才要开战 请你今天晚上先走 对岸的敌人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要前进 就是现在 前进吧 福克法伯斯 看到一个年轻人 毫不畏惧地冲了过来 波斯王心中开始退缩 好小子 杀了他们 于是展开了一场昏天黑地恐怖的战争 在火焰及叫声中 亚历山大及福克法伯斯 有如闪电般地驰骋着 亚历山大打胜了之后 便开始实现他的梦想 他建设了不少新港口 以及新城市 他在市中心 建设了不少专为研究学问的建筑物 图书馆中 亦收集了不少的书 之后 这些都市孕育了伟大的学术及艺术 前次打败仗的波斯王 为了打倒亚历山大 又再度集结大军 这个光辉做梦的臭小子 一定要把这小子的梦给埋葬在沙漠里面 这次亚历山大也是毫不犹豫地向前冲 杀死亚历山大 别给他留下生路 杀死这小子 杀了他 亚历山大又打胜了 这次亦完全打败波斯军 虽是那么大的帝国 亦将领土给了亚历山大 但是亚历山大年轻的梦想 并未因此而终止 福克法罗斯 我们到更远的地方去 到这里就享受快乐 我们还心太年轻了呢 亚历山大的远征向东持续着 而每当亚历山大经过之后 并有新都市诞生 炽热的沙漠 高耸的山 加上强盛的敌人 都阻挡不了亚历山大的前进 终于 亚历山大到了印度之后 便首度尝到苦战的滋味 因为对手是骑着从来没见过的 巨大动物作战 这场战争最后仍有亚历山大获胜 而在这场战争中 他失去了一同度过青春的爱马 福克法罗斯 福克法罗斯 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 尽管如此 亚历山大仍振奋心情 继续前进 然而他的部下门 也不愿再前进 至此亚历山大的梦想 终告结束 回程竟是悲惨的旅途 马也倒了 连粮食水也没了 可恶 国王陛下 这是最后的水了 对不起 这为什么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喝 来吧 下把劲 这年轻 灵灵灵的国家 国王的梦 是被我们所破坏了 布下门 是以这种不安的心情 跟着亚历山大走 在这漫长的旅行 即将结束的时候 亚历山大终于倒了 离开故乡十一年 一次也没回去过 年轻的日子始终在追逐着理想 终究在旅程中结束短暂的生命 亚历山大死后 他的帝国分裂 但那些因青春及梦想而产生的都市 产生了年轻的国力 那就是希腊文化 留给了世界莫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